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顺便的朋友都知道 我曾经是乐天派 每天开心的想突然从 就衣服口袋里 掏出五块钱的样子 我曾也热衷于 分享生活里的喜悦 从早期的QQ空间 到后来的微博 朋友圈 饿死不疲 我信奉 分享快乐 是一件共赢的事 或许就因如此 从小到大 人缘特别好 总不觉得孤单 直到2014年 我的心跳 开始动摇 那年年底 我有幸获得了集团的优秀员工奖 奖真 就我工作资历 以及 极低的获奖比例 根本轮不到我 所以当时简直兴奋到非 两岸奖那天 我迫不及待的 在朋友圈发了一条动态 一方面 想告诉朋友 七哥在外省工作很顺利 不用担心 另一方面想说 我努力获得了回报 自我鼓励记录一下 在片点赞和好评里 夹杂着两条陌生人的评价 获个奖 有啥显摆的 像个幼稚圆小朋友 得了小红花似的 呵呵 奖真 那一刻 我懵了 我反问自己 我哪里做错了 怎么就成显白呢 怎么就成幼儿园小朋友呢 我在朋友眼中 是这样的人吗 我情绪 一下子就低落了 想去理论 发现他们 并不是我的好朋友 只是一面之圆的 被采访对象 仔细想想 朋友圈里 也不都是真心朋友 也有一些 其他缘由添加的关系人 他们只是一个 看客身份 只想满足 当下自己的表达欲望 并不会在乎 你的分享和感受 那一刻 我才意识到 快乐 分享错了人 就成了显白 就好比 难过分享错了人 就成了矫情 甚至 是一个笑话 有一个 认识很多年 曾经关系不错的学姐 经常给我动态点赞 前不久他问我 七哥 你还在山东 做记者吗 我当时特别惊讶 都北漂一年多了 经常发动态 他也点赞 怎么就不知道 我的现状呢 后来我明白了 尽管每条动态 都有上百点赞和评论 但是 大多数人 并不是真正 关心你的生活 所以觉得很多事情 自己做了 自己知道就好 没有必要 给别人看 一定要记住 不懂你的人 要么觉得你炫耀 要么觉得 你矫情 昨天晚上 我发起了一个互动 让你们说说 自己怎么过的坎 和还没有过去的 那个坎 成千上百的朋友 在后台诉说 自己的遭遇和不幸 我看了一个晚上 回复的数量 也很有限 朋友白雪跟我说 七哥 你怎么又发这种 负面故事居多的 互动话题啊 你总是看 这些负能量 我担心你 会变得抑郁 我又何尝 不是天天看 你们的暖心故事 和塞狗粮呢 可是 这些美好的事情 你们随便找人 都可以分享 但你们跟我说的 负面事情 一定是难以启齿 找不到诉说对象 委屈到 不能自己的事情吧 没关系 七哥愿意倾听 有个读者说 昨天 他外婆去世了 但是 离家很远很远 坐火车 赶不上出兵 坐飞机太贵 他家庭承担不起 他很难过 就找男友倾诉 可是 男友 就随便敷衍了一句 就去打游戏了 他对着男友 发火说 是我外婆重要 还是你的游戏重要 男友冲他吼着说 人都死了 伤心有什么用 你除了哭 还会干嘛 外婆 是独立抚养我 八年的人 七哥 你知道 那一刻我的心 绝望到什么程度吗 读着跟我说这句话的时候 都能感受到 屏幕前面的悲伤 我只好陪他聊了一会 让他把心里的委屈 都倒灯出来 其实 真心喜欢你的人 你说什么都会在乎 不喜欢你的人 你再怎么理性 都是错的 有一些东西 总是徘徊在 说出来矫情 不说出来憋屈中 每个人都会有脆弱 或者低落的时候 你需要一个懂你的人 他不会嘲笑你矫情 不会把你的伤疤 当笑话讲给别人听 很多时候 你都选择沉默 不是因为自己内向 而是因为 你不知道 他是不是那个 愿意听你分享的人 你总是担心 你的苦楚 在别人那里 就是茶余放后的笑谈 所以 你不会想过 去那样肆无忌惮地 发朋友圈 甚至 你深夜发了动态 第二天醒来 就删除了 或许 也想得到某人的安慰 却迟迟没有到来 所以 你绝望的意见 删除了 我有个好朋友 在京都演 眼下开学了 一向爱分享的他 也没有怎么发动态了 我就微信 给他打个招呼 问候一下 最近还好吗 很快 对方回复了一个 哭泣的表情 说 我不好 一点都不好 我赶忙追问 怎么了 他发来几个字 我妈妈没了 我除了发去一些 拥抱的表情 很无力 我不想给他电话 知道握着手机的他 一定在哭泣 他是一个善良 阳光的姑娘 他应该不想听到 他抽叶吧 然后 他跟我讲了很多心里话 觉得自己 过不了这个坎 作为朋友 只好想办法 帮助他 走出困境 聊了很多 最后他说 谢谢你 暖心的七哥 这世上 真的没有感同身手 只能够 冷暖自知 我想 那一刻 他心里会舒服一点吧 我觉得 最好的关系 不是随教随到 每天都聊 而是一旦有事 对方 就会毫无思考利弊的 全力去帮助你 最好的关系 是我发了消息 你看到了 自然会回复 我不会因为你没有回复 而忽乱猜急 你也不会因为 没有及时回复 而感到抱歉 彼此信任 彼此牵挂 就够了 以前 我每次看见 觉得有趣的东西 脑海里的第一个念头 就是 想要马上告诉他 告诉他 这个笑话 有多好笑 那个故事 多感动 却忽然想到 他可能不会觉得好笑 也从来不会被感动 更怕他的一句 简简单单的 嗯了结 我准备得滔滔不绝 长篇大论 让我感到 无能为力 茫茫无疑 所以 你的倾诉 对象错了 全世界都知道 你的丑事 与悲伤 快乐分享 错了人 就像被浇了一盆冷水 其实很多时候 交情 真的不应该 总是被责难 当你面对 心爱之物 或者情感 共鸣时 难免会感情 泛滥 受作无措 人人皆是如此 只是 没有 诚服 不懂 睁眼的人 表现出来 所以 后来 我已经很久很久 没有随便发朋友圈了 好的坏的 就照单权收吧 也不会任何事情 都跟别人讲了 要说 也会单独小窗 某个值得信任的人 去倾诉 你不过 是想找一个 懂你的人 懂你的脆弱 懂你的委屈 懂你的执拗 懂你的坚强 你可能不再随便 发朋友圈了 但 希望你 有一个 可以随便小窗的人 可以跟他分享 忧愁和喜悦 彼此掏出一颗 最真诚的心 说出一些 最恳切的话 但愿 有生之年 这肃温暖 不厌伤 亲心相遇 安暖相陪 好 今天的故事就和你分享到这里 我是主播傅小米 喜欢我们的分享 也别忘了在文末 给我们点赞哦 下期 我们再见 在爱中 等了一好久好久 你的手从直前进过 只能碰却不能握 心里好多 心里好多 对你说 你却看着我折磨 这样的相爱 哪儿有错 你却看着我 你却看着我 我都在爱中 你却看着我 我都在爱中 我都在爱中 再难再疯 再难再疯 我要结果 我不是个稻草人 看天亮 看日落 就等你给我一双手 我不是个稻草人 不做梦 不还手 别用泪水 逼我放手 就算去日落 全世界都想我 爱个人谁敢说错 就算全世界都还我 我只要跟我走 不是个到逃人不能动不说 你把爱紧紧放心中 我不是个到逃人 没人爱没人疯 再难再逢我要结果 我不是个到逃人 看天亮看日落 就等你给我一双手 我不是个到逃人 不做梦不还手 也有泪水比我放手 我不适合到逃人 不做梦不还手 也有泪水比我放手 不做梦不还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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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做梦不还手